有尝过碳培老茶的独特滋味吗? 镜头来到彰化 带您来到由明道大学与工业技术研究院 合作主办的发酵技术研习营 带大家一起去体验碳培老茶的好滋味 双手握着锄头往地上的木炭猛敲 这些人到底在做什么? 原来这是诗学家三代家传的制茶技术 耐心打碎龙眼树烧成的木炭 不断味尽火炉内焖烧 让茶叶得以长时间烘焙 这是制作的诀窍 老茶一定六个小时 就是这样 好 前三个小时 刚才 这后三个小时 这样子 这样子 它只是搅拌 就很简单的 很顺手的动作 这样子 手弄一下 再搅拌一下 经过长时间的制作过程 才有这杯深褐色的老茶 看颜色 闻香味 喝起来的口感有自然的香味 干干甜甜的 很不错滋味 它有一点龙眼的茶香味 又有干味 所以非常的赞 像龙眼的味道 然后感觉上是很好喝 因为我们一般喝的茶 像乌龙 还有很多很多茶叶的味道 跟这个不一样 古人的智慧 制茶技术与众不同 诗学家不藏私 打算公布老茶独特制作技术 我阿公爸爸两代的加持 这光荣的技术 能够共享给同学跟乐和俗 这是我的荣幸 茶我们常常在喝 要怎么做我们不会 我想这个真的非常好 碳培老茶延席营名额有限 让来自国外的学员 倍感幸运 我终于了解到 为什么市老板要把这个东西 一直这样子大力的推广 那如果在美国有兴趣的朋友们 大家应该要组团过来 体验这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体验 我今天觉得 那个真的是碳培老茶的功夫 是非常辛苦 喝老茶了解制茶过程 让学员也深刻体验 拨大精深的制茶文化 新常人台电视夜喜红陈颖珍 台湾彰化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